OpenAI意外推迟GPT5 却要复国此前枪毙掉的O3模型 另一巨头蜜的发布ARM4全家桶 号称性能超群 却为何陷入基准测试风波 谷歌DeepMind被抱用天价合同养闲人 只为留住AI顶尖人才 一看OpenAI的伊利亚又有新动作 联手谷歌云冲击安全超级智能 并面解读DeepSeek与清华大学联手发布的新论文 如何让27B模型的性能媲美甚至超过671B的巨无霸模型 你想了解了AI大事件 竟在本期AIA闭念 AI界风云突变 OpenAI突然变卦 备受大家期待的GPT5要推迟发布延期几个月 但先前被砍掉的O3居然要复活了 而且还要带上一个全新的O4 Mini 预计几周内就跟大家见面 OpenAI-CE欧沙姆奥特曼亲自官宣 说推迟GPT5几个月 是为了把它打磨得比原计划好得多 当然他也坦承 技术整合遇到挑战 远比想象的要难 Honeyway与筹谋 确保有足够算力应对未来 GPT5可能引发的史无前例的需求 这可真是的180度大转弯 要知道就在今年2月 OpenAI还信誓旦旦的说 要取消独立的O3把所有宝都压在统一智能模型 GPT5身上呢 现在看来研发出了些问题 不过别担心 迟到的GPT5依然目标远大 他承诺会整合于Intel的搜索深度研究等一系列库权功能 而且还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分配智商 普通用户无线畅聊标准智商 ChatGPT Plus用户解锁更高智商 而Pro用户更能遵享报表级别的智商 对焦急等待的用户来说 这份修订版路线图总算清晰了点 而且奥特曼还透露 OpenAI计划在未来几个月 推出自GPT2以来的首个开源语言模型 具备推理能力 想给Deepsea这类开放模型竞争者施加一些压力 看来OpenAI在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之后 也在调整策略准备全面迎战了 GPT5的再次延期 是又一次让你失望了 还是让你愈发期待了呢 Mila的Lama4全家桶来了 这次一口气放出Scale,Maverick,Behiman三款新模型 全都为了海量图文视频数据 据说因为Deepsea的模型性能又好 成本又低 为了搞清楚Deepsea是怎么把成本压下来的 Mila还专门成立了战情室 Scale和Maverick一定上线在Lama官网 和Harking Face都能玩到 但是巨无Bob Heimert还在闭关修炼中 Mila自家的AI助手 也已经在40个国家用上Lama4 不过多模态功能 暂时还只限美国英语用户 这次的许可证有点意思 欧盟用户被明确禁止使用或分发这些模型 估计是对AI法案和数据隐私法规搞怕了 技术上Lama4首次采用 某一混合专家架构训练和推理效率更高 小参数的Steal有170亿活跃参数 但上下文窗口高达惊人的1000万Token 可以处理超长文档和代码库 单卡H100就能跑 准备Maverick总参数4000亿 依赖70亿活跃参数分布在128个专家里 适合通用聊天和创意写作 性能在某些基准上超过GPT4O和GEMINI2.0 但还是打不过GPT4.5 Core 3.7 SUNA这些顶尖高手 未来那个近2万亿参数的Business 据说在数理方面能超越GPT4.5 但硬件要求也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 它们都不是OE那种推理模型 不过刚发布就有点小尴尬 Maverick在竞技场上排名第二 坚博配发现测试用的是个 没发布的实验聊天优化版 跟公开发布的版本 行为差异巨大 表情包多 话还贼长 Maverick赶紧出来灭火 否认在测试级上作弊 但承认各平台部署 质量不一 还需要几天优化 Maverick说 这是Lama新纪元的开始 你怎么看呢 DeepMind被爆出天价养闲人计划 为了不让AI大佬们跳槽 谷歌DeepMind在英国 玩起了骚操作 强制执行严格的禁业限制条款 最常能把离职员工血藏一年 期间照发工资 但前提是 你不能去竞争对手那里发光发热 前DeepMind主管微软AI副总裁 Ando DeepFriters都看不下去了 在社交媒体上开喷 怒斥DeepMind滥用职权 说每周都有绝望的DeepMind员工 找他求助 怎么才能摆脱这权力滥用式的 合同束缚 并呼吁大家别牵这种麦生器 要知道 在AI领域一年时间 简直沧海桑田 等你洗满释放 技术都迭代好几轮了 有钱员工吐槽 这雪藏期长短还因缘而异 像Gemina项目的核心成员 可能面临六个月限制 高级研究员甚至长达一年 期间享受带新花园价 就是不让你干活 虽然加州禁止禁业协议 但英国法律允许 DeepMind总部就在英国 这波操作简直是师出有名 这直接导致一些人才 要么考虑搬家去加州避难 要么眼睁睁看着心仪的初创公司机会溜走 因为没人愿意等那么久 看来AI人才争夺战已经白热化 堪比当年美苏太空竞赛 话说一年不干活还得全新 还要查自行车 OpenAI前首席科学家 伊利亚苏茨克维的新增程开始了 他的神秘新创公司 刚和谷歌牵手 要用TPU搞大事 这家名为安全超级智能的公司 目标只指构建安全的超级AI 现在他们宣布和谷歌云达成合作 要用谷歌自驾的TPU芯片加速AI研发 看来为了这个宏伟目标 算力是关键 话说云服务商们现在可都在盯着这些AI独角兽 毕竟每年几亿美元的算力账单 谁不想要 SSI这里交易内部消息说 意味着谷歌云成了他们的主要算力供应商 谷歌这招老员工回馈玩得溜啊 别忘了苏茨克维自己也曾在谷歌大脑研究神经网络 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了 此前李飞飞的World Lars也是选了谷歌云 看来谷歌对自家出去的大牛们很有吸引力嘛 SSI去年6月才刚亮相 自横空出世后就一直很低调 之前苏茨克维离开OpenAI首席科学家的位置才几个月 虽然手握红杉资本等大佬的10亿美元投资 但具体在做什么外界没人知道 网站上就写着安全超级智能 是他们唯一的使命和产品路线图 苏茨克维自己说 他找到了一座新山要爬 正在探索提升前沿AI模型性能的新方法 现在有了谷歌云TPU的加持 这位AI大神的新山能爬多高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篇Deep Seek和清华联手发的论文 推理时间扩展下的通用奖励模型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大语言模型背后除了巨大的训练数据 强化学习在后期调优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比如让模型更好的理解指令 对其人类价值观甚至提升推理能力 但强化学习有个关键环节 就是需要一个老师或者说裁判 也就是奖励模型 来告诉大模型 他的回答是好是坏 应该得多少分 这个裁判的水平 直接决定了最终训练出的大模型 有多乖多聪明 对于那些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比如数学题代码题 设计一个好裁判相对容易 但对于更通用开放的问题 比如写邮件 总结观点 创意写作 判断标准就变得复杂多样 很难有标准答案 现有的奖励模型 往往在这方面表现不够好 要么不够灵活 要么难以通过增加计算量 来提升判断的准确性 这篇论文就聚焦于这个痛点 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能不能让这个通用裁判 在不重新训练的情况下 仅仅通过在实际推理时 多花点算力 多想一会儿 就能给出更准的评分 这就是所谓的推理时间扩展 更进一步 我们能不能设计一种学习方法 让这个裁判天生就擅长这种 多想一会儿就能更准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Deepseek团队首先选择了一种更灵活的奖励模型范式 GRM 传统的奖励模型可能只输出一个分数 或者只比较两个 回答哪个好 而GRM不一样 它能生成详细的文字评价 并从中提取分数 它的优势在于输入灵活 并且潜力巨大 因为它生成的评价内容可以很多样 为多想一会儿提供了基础 接着 他们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学习方法 自洽原则批判条优 简称SPCT SPCT训练奖励模型学会两件事 一个是自适应生成原则 根据具体问题和回答 先动态地生成一套评判标准 另一个是基于原则生成评判 根据自己生成的这套标准 给出详细的评价和分数 具体在判断一个回答时 让模型并行地 带点随机性地 生成K份不同的原则加评判 加分数 因为每次生成的原则和侧重点可能不同 就像从不同角度评审 为了将不同评审的意见汇总 他们还训练了一个裁判的裁判 Meta RM 这个小模型 专门用来判断之前那K次打分里 哪些质量更高 更可信 然后只用高质量的打分结果来做最终决策 这个Meta RM 就像是评审团里的资深专家 能去无存精 结果显示 Deep Seek GRM的性能 随着计算量的增加提升非常明显 远超其他方法 而且 用了Meta RM之后 性能还能进一步提高 这证明了 SPCT训练出的GRM 确实具备优秀的推理时间扩展能力 更有意思的发现来了 他们比较了两种提升性能的方式 一种是增加模型大小 另一种就是他们这种增加推理计算量 结果发现 用一个中等大小27B的模型 通过增加推理时的采样次数 比如到32次 其性能可以媲美 甚至超过一个671B的庞大模型 这意味着 我们不一定非要追求无限大的模型 通过更聪明的利用现有模型的计算资源 在推理时让他多思考 可能是一种更高效 更经济的获得高性能AI的方式 这对于模型部署和实际应用非常有价值 另外 这种生成原则和评判的方式 也让奖励模型的打分过程更透明 更可解释了 我们能知道他为什么给这个分数 对这篇论文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查看原文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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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